監視性畫面拍下 6月23號70歲的張姓老翁 坐在角落吃麵包 突然咳嗽不對勁 照護人員狂拍老翁的背 實施哈姆利克法 一連串搶救和抽吸 最後疑似因為吃麵包 噎死賠命 醫生說怎麼會卡得這麼裡面啊 本來可能還沒有啊 那個窒息那麼嚴重 結果你越挖整個都 能夠去到塞住了 家屬指控照護人員發現時 竟然用手指想挖 發出麵包 但疑似越挖越深 卡在呼吸道深處 最後全身貪軟宋醫 家屬質疑 根本不是專業的急救法 也沒使用哈姆利克法 過了10分鐘才使用CPR 宋醫急救雖然打強心針 一度恢復心跳 但最後還是搶救不治 死亡證明記錄寫下 食物進入呼吸道 發現有麵包食迷 造成老翁無法自主呼吸 從事發1點30分到1點44分 你才做這CP 中間可14分鐘 張姓老翁在最近安養中心 住了8年多 安養中心表示一直以來 都很認真服務 老翁發生食物噎到的當下 也緊急處理 更強調一切合法 幫他拍背 然後協助做哈姆利克 所以目前這些東西 我們都是提供給檢調去做調查 老翁遭麵包噎死 安養中心的處理方式 讓家屬無法接受 更認為安養中心讓老翁錯失 黃金救援時間 家屬要提告安養中心 業務過失致死 現在雙方對不公堂 要法院給出公道 接下來SNG小組高雄報導